這日見到洪永成和黃子恒 一身運動裝束現身網球賽 原來他們是受邀參加 中國網球巡迴賽的名人賽 不說不知 原來兩位跟網球很有淵源 球齡超過十年的子恒 平時都有玩開業餘比賽 而Tony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要做網球選手了 小弟雖然打了這麼久 沒試過在維園的主場打過 高級最高級的國手打球 沒錯,可以在現場感受觀眾的掌聲 不是,嗝聲 我覺得絕對是一個非常期待 以及一定是很深刻的體驗 但我想知道你的實力是去哪裡 因為你真的打了很多年 實力… 看你跟誰比,跟我比就高 差不多 我知道你小時候有一個夢想 就是要做一個網球選手 是的… 曾經想過做夢代表香港出去出賽 但當然這個就… 在我夢中就實現了 你那時候差不多了 那個差不多是… 是很多的 子恒這次會跟崔潔對賽 家人還特地來為他加油打氣 看看子恒這幾下 果然有姿勢又有實際吧 好… Tony就會跟韋詩佳拍檔 參加混雙比賽 太太梁樂妍和大女兒都有到場支持 為了在女兒面前威風刺 Tony提早幾天已經開始練球了 其實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打了 所以就立即找子恒去惡寶一下 很榮幸的 他沒打很多年之前 也是跟我打過 也是跟我打的 對上一次 幾年前也是跟他打 幾天前也是跟他打 至少不要太失禮了 我待會還會叫老婆和女兒過來 免得見到 爸爸太弱了 太差勁了就不是那麼好 有幸跟他們去猜球 又去跟他們玩 就已經是贏了所有東西了 你說贏不贏得到一分 但我事先聲明了跟他們說了 千萬不要打樣子 不要打臉 對 不要打臉 兩位有沒有什麼說話 鼓勵大家多來支持我們今天這個舞蹈 嗯 當然有 接下來11月11至17日 一年7天 將會有超過全國150位高手 來到這裡維園 跟大家對戰 沒錯 還有一位非常厲害的 就是兩屆的雙打冠軍選手 張瑞 都會來現場比賽的 大家可以跟他打卡拍照 Tony的好朋友黃翠如近日盛傳有起 大家都等著他公佈起順 不知道Tony有沒有關心翠如呢 我有關心他 他怎樣呢 究竟是不是 他怎樣呢 他自己公佈 他自己說 我自己有關心他 心情各方面都可以 假設他真的有開心事 你可能有很多三仔可以跟他分享 如果有的話 是可以給他的 可以給他的 有很多儲存在 不只是他 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開心事 問我 我都可以有很多東西給你的 存在很久 要清清 You don't lie to my darkness I just realized that You don't bump chukje boulkote choram so that's your idea 介紹這把靚聲的主人 就是韓國歌手Ten Siem 他獻唱多首人氣韓劇的 OSC為人熟悉 好像《類之女王》 《鬼怪》 和《背著善宰跑》等 都有他的歌聲 Ten Siem 首度來港 放開歌唱 演唱會一早爆滿 為答謝歌迷支持 大會加開演唱會記照 等Ten Siem在開演唱會前 可以近距離見見歌迷 當然不少得獻唱 為演唱會預熱 在韓國歌手 在韓國以外都可以吸納不少粉絲 全靠他一把治癒系的 靚聲俘虜大家 別看他這麼寶寶 其實已經是位年過四十的大叔 不過Ten Siem對自己的眼睛 沒有什麼信心 長期戴眼鏡 反而令他在舞台安心很多 知道Ten Siem 通常是以眼鏡形象示人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有些問題 我眼鏡也很合得著 反正眼鏡看到 我本來的眼鏡 真的不會流暢 不是 我的眼鏡 真的 所以 所以 在工作的時候 無論是眼鏡用的習慣 而Ten Siem其實語言天分都不錯 好像他之前挑戰過Cover中文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日夜即場清唱幾句 覺得好聽的自動送上掌聲和歡呼聲 最近有一部香港的災難電影 CAS非常豪華 大家都非常期待 今天我們很開心 可以找來其中兩位演員 汪文威和黃宇之聊天 你好 大家好 真的說兩位 是這麼久以來 其實有沒有真真正正合作過 沒有 沒有 完全是沒有見過面 我等了這個機會很久了 我也是 這次你們的關係都很密切 我是一個政府高官 你就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看你們的排場其實都很厲害 你們一走出來一致排開 除了有兩位之外 還有劉德華、鄭仔時、林寶儀 都很厲害 其實在現場拍攝好不好玩 很好玩 是 其實是一個群戲 全部都是頂級的演員 整個戲 起碼我們那部戲 是很嚴肅、很努力的 是 很激烈 所以演起來是很棒 就是上了一致 Evanna 你跟Ken哥、寶儀他們在現場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他們的戲場 一拍攝機的戲場 我要確定自己都準備好了 但是一拍攝機之後 由於他們很好玩 還有很友善 又很傾 很容易會 會不會談散了 一拍攝機 大家那個專注 很專業 氣場又馬上回來了 跟華仔這次也有很多針鋒相對的戲 你們又這麼熟悉 跟華仔拍攝一些吵架戲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都挺爽的 是 因為他很能帶到他身邊的演員進戲 是 所以跟他做對手戲 可以很發揮 他會幫到你 再推你的情緒去到更高點 是 跟他互相吵架 是比較過癮還是談情戲 比較浪漫 我沒有跟他談過情 我沒想像不到 跟華仔如果要演情侶 我覺得可能會更難 對我來說 因為他太迷人了 你們對上一次合作 應該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是不是 碰碰戲員 隔了這麼多年 再一起去演戲 你們覺得對方 或者華仔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很不同呢 華仔在我眼中 永遠是一個前輩 對, 也是一個恩人 因為我一入行就認識他 認識他 他給了很多機會 我第一次可以踏上紅館 就是因為他邀請我去做他的嘉賓 但是那時候我剛剛出道 沒有人認識誰是望文維 對, 是感激一輩子 那次有沒有說是 為何他真的會有這個緣分呢 那次是 我想他覺得我挺棒吧 是 另外, 在戲裡面 Divana, 你長期都是和華仔在一起 是呀 感覺如何 華哥, 我叫他做 他好像一個大哥哥那樣 我們不是第一次合作的 音樂上 演唱會上 和電影都有合作的 所以我對他那種尊重 就不會是一種害怕 而是一種 他是一個大哥哥 他是很歡迎 而且知道他是 就是好像 Karen剛才說的 他是很支持一些新的藝人 反而在他面前 我挺願意去嘗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之前聽說華仔也有稱讚過你 他說華, 你這次演出很有層次 他說, 簡直是影后級的演出 你開不開心? 收到這個評價 太誇張了 是 我真的覺得很榮幸、很好玩 可以和這麼大班 這麼優秀的演員合作 而且可以拍一個很難得的戲 因為很少會有災難片 是 但是他說的訊息 其實是… 可能真的有機會發生在我們眼前 如果真是那個世界末日真是來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們會最想在之前做什麼事? 如常這樣過 是 如常這樣過 但是工作應該會退了 就是和家人過 和家人過 對, 和你最親、最愛的人一起 有什麼未來得及說就很快說了 是 其實平時都… 因為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 是 世界末日 所以有什麼就很快做 今天非常開心和我們聊天 也希望觀眾可以感受到 你以為的電影, 那個震撼 是 好, 謝謝 掰掰 掰掰